一出森林地檢署就立馬下跪 他是八仙樂園彩色派對的負責人呂中己 經過地檢署付訊後 以一百萬元交保 除了道歉也說會負其全部責任 復訊後依罪重可判刑三年的業務過失 致重傷害罪 裁定派對負責人呂中己一百萬元交保 現場應庭設備人員邱博明 和特效人員廖俊明 各三十萬元交保 三人限制出境 其餘兩人限制住居 至於傷患的賠償事宜 最多每人只能理賠三百萬元 呂中己表示會再去了解 還表明以後不會再辦類似活動 我覺得在辦是一個非常白目 而且是非常傷 我覺得是他的傷痛就在那邊 邱博明和廖俊明 也都對傷患表達歉意 而談到業務蔬食部分 認為還是交有檢警判斷 我的部分就是等警票司法提侵 個人覺得非常遺憾 那我也希望受傷的人家屬 可以盡快的恢復健康 八仙樂園粉塵爆炸意外 不論是賠償事宜或是檢調後續調查 外界都相當關注 記者綜合報導